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去找一点药材 这个药材非常的简单 在我们农村到处都市 跟我去看一下吧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最后的这个树 它就是治好我咳嗽的良药 这个就是枇杷树 现在上面长了很多的枇杷 有的也快熟了 我打算携到上面找几个来吃一下 还有我一定会爱他 要看这个药杆 那些人都换下来 我大概在这个城市 都不知道相当前的时候 就有这种好处 我妈妈妈在那边 我妈妈在这儿 春雨 所以已经连一店儿 我妈妈在这儿 她们在这儿 地坏 我妈妈在这儿 看一下这个琵琶黄的就熟了 我先尝一个 有点酸 但是很香 我今天摘的不是琵琶 而是用的是这个叶子 就是这个琵琶叶 我先摘一点回去 等一下教大家做的方法 够了 现在下来了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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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刚才在树上摘下来的琵琶树叶 我先把它洗一下 然后放到罐子里面 小鸡 这叶子可以不用切下了 我们先去找点肉 这个瘦肉不用多 只有拿一点点来做药引子就可以了 把它切小一点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 放点水 拿到火上煮 这个水开了 我们把它放下来 这个就是我煮好的枇杷叶的糖水 这个糖没有其他的很怪的味道 就是一股淡淡的枇杷树叶的味道 我就是每天都喝这个汤水 所以核瘦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就把它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不小心感冒了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 当然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感冒 这个汤非常的清澈 有一点点黛的 一点点 我每天都喝这个汤要喝四五次 就当排水喝就可以了 那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下方来关注 关注我们 或者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